多伦多在一年的时间里,第二次进入紧急状态 人人都必须待在家里,失业率攀升,经济萧条 那2021年的多伦多房地产还会继续再涨吗? 大家好,我是Nio,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多伦多的房地产的走势是一直饱受着争议 在失业率不断的攀升,石油价格下跌,股票崩盘,经济低迷的背景下 多伦多的房地产是一直独秀,价格是持续的上升,并不断的刷新记录 那么有人说多伦多的房市还会一直涨下去 也有人会说多伦多的房地产马上就要崩盘了 那么失去经济支撑多伦多房地产还会不会一直火下去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 那我的频道是关于多伦多房地产的相关的话题 如果对你有兴趣,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订阅钮旁边的小铃铛 通常的12月份是一年中最淡的一个月 可是多伦多在封城的情况下 2020年的12月份的房地产竟然创下了历史上最好的一个12月份 那我们来先看一下2020年12月份 大多伦多地区的一个房地产数据报告 我们先看一下销售量报告 2019年的12月份房地产的销售量是4364套 20年12月是7180套 那同比去年的同期增长了64.5% 那环比同年10月份增加了22.1% 那这张图其实是过去四年的销售量的变化的趋势 那2020年的销售量呢比比较之前的前三年呢是有明显的增加 2020年的销售量呢是大幅的增加 那我认为呢其实呢主要有几点原因啊 原因一呢就是贷款利率的一个降低 刺激了买家的购买力 那另一个原因呢就是人们的买房子的购买偏好呢发生了改变 人们卖掉市中心的公寓啊转向市区外的房屋市场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报告呢是新上盘量的报告 那2020年的12月份呢上盘量是5865套 比19年的同期呢多了66.1% 那在这里呢我要强调一下那大多地区的独立产权的房源 比如说独立屋啊半独立啊还有这种连排别墅啊 和多伦多市中心的这种公寓市场的表现呢是完全不同 那2020年的这个疫情发生后呢 大多地区独立产权的这种房屋呢 它上盘量呢一直是保持一个非常稳定的状态 那但是需求量呢却是激增 那致使呢出现了强offer的现象啊 从而呢市场呢同比价位啊 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上涨的一个趋势 可是呢公寓呢市场的新上盘量呢却是激增 需求量呢却是减少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买公寓的买家呢就增加了很多奖价的筹码 那这种现象呢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那再看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价格上的一个报告 那2019年的12月啊 均价呢是838,662 那2020年的12月份呢均价是932,222 那同比价格呢上涨了11.2% 环比呢11月份涨了1% 那疫情发生的初期呢 很多机构呢都预测 那房市呢会随着经济的这种低迷而下跌 那结果呢和事实呢正好是相反 那很多买家呢是因为低利率的这种诱惑呢 不断的这个入场 但不少的卖家呢就持着这种观望的态度 那在疫情期间呢为避免上市看房呢 从而更加加剧了这种市场的这房源的短缺 从而产生了这种供不应求的现象 所以呢我们一直看到 一直有这种抢offer的现象存在 那导致了价格呢不断的走高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过去10年多伦多房地产的一个均价的走势报告 那除了2017年因为实施了海外买家税 和2018年的贷款压力测试 那价格呢是一直不断的走高 那即使呢2020年的疫情的影响下呢 多伦多房地产呢 是不断是从销量上还是价格上呢 都不断的刷新了记录 那其实呢多伦多呢在疫情期间呢 房地产可以说是一个内循环的状态 因为呢移民数量呢大幅的减少 那留学生呢因为上网课呢 纷纷的离开了加拿大 那房地产这种持续上涨的状态呢 还会维持多久呢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加拿大商业走势报告 2020年的第三季度同比19年同期 出租量呢增加了14.3% 那在疫情期间呢 其实有很多的商家倒闭啊 迫使业主呢放租 那从销售量的报告上来看呢 2020年的第三季度 要比19年呢减少了29.6%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lease rate industrial的lease rate呢 比19年同期呢减少了0.7% 而commercial的lease rate呢 却降了26.2% 那这些数据呢 其实都说明了 多伦多的中小型企业 那正在走一个下坡路 那回顾一下 2020年的经济和失业率的数据 其实呢 实在是非常的难看 但是我相信呢 2021年的这个数据呢 会更加的难看 因为江大人呢 其实是不爱存钱 过惯了提前消费的生活 很多人手里呢 就好几张visa 那根本就没有任何存款 房子的开销呢 占了生活相当大的比例啊 很多的家庭呢 可能只能差不多付 两到三个月的房屋贷款 那政府呢 就算给了补助 其实呢也是杯水车薪 那谁也没有想到 那这个疫情呢 会持续这么久 该用的资源呢 其实早已经用完了 很多朋友都很关心 2021年的房地人走势 到底会怎么样呢 还会不会像2020年那样 时遇上涨呢 其实我看未必 真正的答案应该是 要看这个疫情呢 什么时候会结束 经济呢 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到正常 什么时候人民的生活呢 可以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那毕竟呢 房地产呢 应该是和经济相互挂钩的 其实没有理由 经济持续的低迷 但是呢房地产却是一直火爆 所以呢我的观点呢 可能给网上一直看涨的朋友呢 泼泼冷水 那2021年最好的消息呢 就是疫苗 但是呢打疫苗呢 需要很长的时间 而且呢不断传出 有传染性更强的变异病毒出现 回到正常的生活呢 其实似乎遥遥无期 那疫情呢 已经持续差不多一年了 那各个国家呢 大量的印钱 到现在呢 其实能动员的这个资源呢 已经用的差不多了 那目前呢 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存在 其实这段时间呢 大家应该尽量保存自己的实力 那第一点呢 就是在工作上 那尽量能保护现有的工作 避免呢 在这段时间跳槽 那第二呢 就是可买可不买东西呢 尽量不要去买 多存一点钱 以便不时之需 那第三呢 就是在投资上 尽量的克制和谨慎 那当下的形势呢 可能还会暗藏很多的机会 但是呢 要看准时机 调查好市场的价位 那最后呢 第三点呢 就是 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要保护自己的身心健康 没有一个好身体 那什么都是浮云 好了 那这一期呢 就讲到这里 那我下期呢 会重点的讲一下 经济和房地产的关系 那在疫情期间 政府印了这么多的钱 那对房地产呢 到底有何影响 感兴趣的朋友 别忘了继续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